亚历山大前负责人唐亚军为了补偿部分的前会员 那么提供了用点数来换面膜或是保养品的方法 只是有人之前呢是缴了30万元的会费 只能够领回家两项的面膜 气的是大骂 怎么一审呢只判决了两年 台湾简直是经济犯的天堂了 扛着两项面膜的先生 之前缴了30万元亚历山大的会费 竟然只剩下这些赠品 虽然倒闭事件过了两年 这些会员还是忍不住大骂 其实这是唐亚军的一片好意 对于一些没有办理银行退费 或是转换到其他健身房的前会员 唐亚军希望可以用保养品来补偿 不过像这样一盒面膜 就得拿6000点的点数来换 就算缴了10万元的会费 也只能换大概15盒的面膜 加上审核会员点数的过程很琐碎 现场挤到连门都进不去 当然不用等哦 现场来等一下再 我已经跑两天 还有在等哦 有没有搞错 给他想进行话了 他来我们打一下好不好 曹阳军送保养品 想弥补会员损失 但是从现场看起来 会员们显然不领情 9年新闻 震人宗张新宇 台北采访报道 好